熟悉之夜,无论相隔多远,工作多忙,人们总希望回到家中吃一顿团圆的年夜饭。 在过去,年夜饭通常是普通人家中一年内最丰盛的一顿饭。 如今,人们生活水平虽然提高了,但年夜饭却依旧是大多数中国人每一年年终岁末最重要的一顿晚餐。 一般都有鱼啊,是不能少的,年年有鱼嘛,鸡啊,反正平常见不到的好菜都要上。 也像我们家这个红烧海参,葱包海参,红烧海参都能做。 一般像四喜丸子啊,它也是象征着四喜平安啊,四喜,然后呢就是一般呢我们上菜就是最后上丸子, 就说明了这个,我们这个宴席呢,结束了。 什么杭州元席嘛,都是香烧肉,香冬肉,油肉烧肉,什么种甲鱼啊,乌鲜啊,种传统的嘛,种姜鸭啊,种姜鸡。 有一个鱼,鲍头鱼,这个四方来年嘛,能够爆发燃啊什么,一个经历的象征。 鲍头鱼应该就是比较喜欢吃甜食啊,像那种应该八宝饭啊,那些,那个什么,那个种芋泥吧。 在我家的话,一般过年大年三少一定要有一碗叫做三鲜的菜。 三鲜呢,这里面有肉丸子,然后有冬笋,然后有鞍唇蛋,然后应该还有些虾啊之类的。 然后老底子做的还挺讲究的,要先上锅蒸,蒸完之后再在那炖。 菜呢,一般是讲求双树的,也是求个吉利,就是你像18个菜啊,16个菜,20个菜啊,等等。 我们中国人是特别喜欢这个双树的,好食成双啊,又是你像比翼双飞啊。 吃饭的时候就不能叭嘻叭嘻的,不能抖脚啊,这些。 然后可能一般都是会让就是长辈他们先露桌嘛,一般都是这样,因为中老阿姨还是一直都是传统嘛。 大人还没有发完压岁钱是不能离桌的,然后在这之前呢,你的筷子是不能掉地上的,如果掉地上就会被骂。 水饺里面会放上硬币,然后谁吃到的话,大家就一起祝福,说一些祝福的话语。 不吉利的话不说,你不如说我这个菜做完了,饭都做完了,大家上座,不能说丸子。 丸那个语音不好,完蛋了意思,不能发脾气。 老人家里的长辈不能发脾气,孩子再调皮再上去,不能吵他,不能训他的,都涂个美好的寓意呗。 每一年都有千千万万的中国人奔波在春运路上,客服万难也要赶回家吃一口年夜饭。 正是因为这顿饭对于中国人而言有一种隆重的仪式感。 年是一种猛兽,传说中的猛兽,年是怕红色,怕火光,怕声音,所以后来就慢慢演化成我们过年的习俗,比如说我们张灯结彩,穿红,挂菩提都是红字。 那么比如说我们吃火锅,红红火火,这就是热闹,还有一种放鞭炮,也是有个取歇,吃就隐形,现在这个城市化流动以后,那么过年为什么这个村民大家一定要在这个点上,大家赶回去吃一口年夜饭呢? 那年夜饭的意味就是团圆,年夜饭就是团圆,就是和家换,老人,孩子都聚在一起,这顿饭一定是一个非常具有荣重意义的一种仪式感。 随着现在的一种文化和时尚的流行,就慢慢流行到外面去吃。 因为现在的小家庭,不像农村是一个大家庭,一个村落,李家,杨家,大家聚在一起,也没那么大的空间,来来来,大家来来来,喜剧餐,或者是过年,请客。 那么只能通过什么方式呢?就是通过到那个饭店,到饭店吃得起年夜饭,这是老百姓人民生活提高的一个标志,但是同时呢,这个年味就比较淡了,但是年夜饭这个象征意义,在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,我觉得会始终流传下去。